今天因为我手上出了几个几个重要的议题是你今天可能要留意一下的 一个东盟 那东盟的 东盟的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 那东盟峰会的力推 我手上拿着报纸了 你要原谅这个报纸好像被乱画 因为我早上看报的时候 我都想东话去西话的 然后随便像什么都写在那边 看完之后我就把它丢了 好那东盟峰会力挺 那印度作梗卡关 换句话说 这个叫RCEP RCEP的这个原来希望今天可以呢 可以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所有的这些20章的协定的内容 可以定稿 但是印度 要有不要 要有不要 用闽南话讲了 要几个小鱼 那想要吃 但是呢又怕既期待了又怕受伤害 实际上印度 但是那你说 那那就不要印度嘛 有啊东盟在今天的 今天的外电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有一些东盟的成员说既然他不要那就那就先先排除吧 那我们就东盟东盟加五十五个就先就先签吧 那没有没有印度以后他再慢慢想加入再慢慢谈就好了 但是 就大家还是决定等啊 那说呢RCEP要延到呢明年的二月签署 好那你现在你现在看到的因为因为这个是东盟做庄啊的东盟高峰会 那这几年的时间这些年的时间啊东盟十国 东盟东盟十国我之前讲过就说有一个有个很核心的概念叫做东盟一体化的概念 这个是这个是你在你在其他的区域的区域组织当中呃不容易看到的 就东盟他有一个他们的默契叫东盟一体化 这个东盟一体化就是 每一件事他采取共识诀 跟以东盟为名的所有的行为 那他采取共识诀 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或者或者说表示不同的意见 那这个提议就可能被搁置 他或许让东盟的进展比较慢 但是他可以呢去化解东盟 就东协这十个国家之间的差异性 这十个国家我之前讲过了 有各种不同的宗教 有各种不同的族群 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跟发展水平 他差异性非常大 那有的呢到现在为止都还很很很保守 相对封闭的像辽国 那有的已经呢已经很活很活蹦乱跳的 像像新加坡 有的呢在在地缘政治当中来讲的 经济力量的崛起的速度很快 比如说马来西亚比如说越南 好那有的呢现在呢是政变之后 现在是军政府在掌权 像泰国 有的呢是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党专政的像是越南 你讲到越南 美国呢跟越南的没来眼去的 所以美国美国的国家 你看到他跟跟越南没来眼去 你就晓得 他其实不是呢 不是排斥什么共产主义一党专政 越南同样是一党专政啊 他为什么不会不会去排斥越南 基本上面他只是排斥一个 一个虽然一党专政 但是但是对于对于美国 不够嗯怎么讲 不够不够服从不够顺从的国家 好那如果今天呢 今天中国共产党如果也像是越共一样 呃对美国呢是好 那惨媚 那拥抱 需要美国呢来帮助我 来来对抗对抗俄罗斯 我假定了 那美国呢也会呢继续热烈的 拥抱中国共产党 好那这个RCEP是今年的重重点 但是呃他整个的 整个的周末当中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东盟峰会 这张照照片呢是第十六届啊 第十六届的这个Asean跟India Summit 那是东盟和印度的高峰会 他们几乎都是用这种的形式 虽然虽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了 虽然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克强来了 那虽然呢印度的总理莫迪来了 虽然大家都来了 但是他们也不是大家就坐在一起谈 而是一个一个谈 那你现在看到的呢 这个是东盟十国跟印度 跟印度之间的高峰会 好那当然他在告诉你 就是说呢RCEP在今天 没有机会 那正式呢好像 好像呢把整个的草案 那能够呢确定下来 他会继续的delay 可能呢到明年的 明年的这个二月份 那 可能要拖到明年的 明年的东盟峰会了 那明年的东盟峰会呢 是在越南 今年是在泰国曼谷 明年在越南 我不晓得印度有没有这样想啦 因为 因为印度跟越南的关系 尤其是呢过去五六百年 印度跟越南的关系 其实是 还蛮紧密的 印度和越南 在一个在中南半岛 一个在印度半岛 那这两个国家 之前我讲过了 你在东南亚看到很多的印度人 不管是在新加坡 不管是在巴厘岛 其实印度人呢在东南亚的活动 这几百年来一直都很活跃 严格讲 他甚至比中国人更活跃 虽然在在东南亚的华人很多 华人基本上面在东南亚的活动 除了除了明朝初年的正和以外 1432年正和下西洋 在当时是地球上面海洋上面最强大的舰队 他如果想要去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 但是之后呢 因为政治的思考 然后自我阉割 中国从海上消失 消失六百年 从正和之后 基本上面中国从海上消失了六百年 好 所以当当现在 我一直提醒就是说 大陆的一些呢 军事思考的观点 就是 我如果是美国 我如果是日本 我如果是韩国 我如果是亚洲其他的国家 你要知道这些国家 他们已经有六百年的时间 在海上 没有看到中国 因此 在海上活动的感觉 不太知道有中国跟没有中国的差别 所以当中国现在 航母出来了 那中国的 中国的解放军的海军 现在的对第一岛链的穿越 已经司空见惯 甚至于我预言 在不久的未来 十年之内 中国应该会有一支航母舰队 常驻在印度洋 不只是印度洋 当然印度洋是一个广阔的洋面 他的陆地啊 他的地缘政治 全部都在印度洋的北端 因此 他不只是印度洋 印度洋的最南边的 当然是南极洲 而是说他的北端 他的北端 可能是波斯湾 可能是鸿海 可能是阿拉伯海 这个区块 是现在地缘政治的热点 再加上这一块 从苏伊士硬核 经过鸿海进来了之后 是欧亚航运的必经之路 那中国现在长时间 虽然有派军舰 在雅丁湾这一带的巡弋 但是是不够的 所以中国一定会努力让自己 在未来 在印度洋 都能够有一支航母舰队 在自己的后门 那美国也一样啊 美国 美国的国防部 其实表定 将来如果再有 航母的调度上面的弹性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在印度洋 成立 你现在听到的 一二三 二三四五六七 七支舰队 在 在大西洋 太平洋 在波斯湾 在地中海 在美国的东海岸 西海岸 六支舰队 但是将来一定会有一支 第八舰队 会在印度洋 好那 刚刚讲印度 印度跟越南之间的关系 所以 明年如果东盟的东道组 是越南的时候 印度搞不好会说 那OK啊 把这个面子呢 做给我的老朋友 不无可能吧 但不管怎么讲 就是 印度呢 印度现在 还有点犹豫 但是那东盟 东盟为什么 当有人提议说 那印度不来 那我们就十五国 就就就就先先先签了吧 但是也还是有国家反对 那 反对的原因 很简单啦 就就是 如果没有印度哦 如果没有印度 中国会显得异常强大 当中国异常强大的时候 东盟他会有压力的 所以东盟在 在希望呢 有一个 他们主推 2012年开始主推的RCEP 这个地球上面 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 希望能够落实的时候 他们 他们在框架上面的思考 不管从政治战略上面 的安全感 他们一定希望印度进来 当然不是说 现在印度不进来 以后就不能进来 但以后就很麻烦嘛 当 每件 每件 每件事情都一样 就是如果 如果火车开 开车的时候 你没有上车 那之后你要 你要赶上了 你就很麻烦了 好 所以 这次的东盟的峰会 嗯 留下来的话题 还蛮多的 上个礼拜五的龙行天下 礼拜五的早上九点半钟 我的直播 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谈 谈中国最近 对于两个国家的战略转变 那个很明显的是一个战略容忍 那个战略容忍就表示 就表示就表示中国 或者跟中国 我刚刚提到的这两个国家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日本 大家慢慢形成一种 双边关系 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心默契 就是把一些 平常大家斤斤计较 然后算得非常仔细的 或者一点小小冲突 小摩擦 就要不成比例的放大的 那些事儿 先放一边 求同存异 把那个异 而且是小异 先放一边 我们先求同 先求大同 那中国似乎对印度跟 跟日本 开始进入到了一个 一个战略调整 这个战略调整 一定要包含了战略容忍 就是因为我战略要调整 所以有一些 过去 经常会被民族主义 被国家主义催化的 现实政治上面的矛盾 或者是历史的矛盾 就会在暂时被淡化 被搁置 呃 除了今天的媒体的报道之外 我另外呢 今天 今天呢 呃 前两天有 前天了 有一份的 这个就是 呃 这个是日本经济 经济新闻的头版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礼拜六的时间 那中国跟日本两国的政府 正考虑习近平在明天春天访日的时候 要签署第五份的政治文件 上个礼拜我的龙心天下 我在我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会有 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我只是闻啊 就是 当然如果是 如果是海外的朋友 你过去如果没有听我讲过 你就把他当笑话听 我常常讲 我在我在我在判断事情 有人会问我说 那你怎么判断的 当然这个跟 跟自己长时间关注 跟跟功课 跟自己的本科的这个专长训练是有关的 但是我常说 因为我做的是新闻工作 我长时间呢 我花比较多的时间 去关注呢 国际新闻 那不管是政治的财经的 甚至于呢 文化面向的 这些新闻是我比较关注的 那做资料呢 也做的比较完整一些 好那 对这些事情的判断 新闻新闻呢 我都我都是闻的 闻 闻那个味道觉得 好像 好像有点什么 当然不是说明天就会发生 偶尔会有朋友说 哎是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但是那个味道 味道出来了 趋势出来了 方向在在改变了 那比较重要 你就你就知道 网络上常讲的带风向 带带风向 风向变了 那我只是在提醒你 风向变了 你不要再跟着那个风向 在原来的那个风向去放风针 飞不起来 风向变了 如果你要放风筝 你就要调整方向 好 我们 进下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再来谈其他课题 8点52分10秒 熟悉的飞的 莫昂飞的早餐 我是谭生龙 看一下有没有 我要知道一下台股的期货开盘的情况 台股期货开盘开的还不错 现在上涨50点 11421点 好 所以今天的台股呢 会开高 那再来 呃 一件小事情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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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在英国的 英国的上上礼拜 上上星期四 在英国的伦敦近郊的停车场的 那个货柜里面所发现的那39具的尸体 现在确定全部都是越南人 那从上上个星期四到现在为止 10天 那你可能已经忘了呢 10天前 9天前 8天前 那个时候的国际舆论 国际媒体 那听到是中国人的时候 流露出一种典型的媒体视觉的兴奋 对我第一时间的时候 我也是呢 寻着的国际新闻 寻着的 因为那些都是大媒体 而且英国的媒体重口一声 说呢 那都39个都中国人 因此我们 我在节目的时候 我只能说 在假定 我都特别强调说 假定 因为身份还没有确认 假定是中国人 那么如何如何 因为 因为不太合理了 我在我的节目当中有提到 因为 因为中国的那个偷渡的高峰期 都已经过了 就台湾 台湾的近如 都没有 都没有什么大陆客了 那个大概都 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了 好 但是是越南 就合理 这不是什么贬义 什么看不起哪个国家 越南越南现在的发展阶段 就是到了 到了这种的 偷渡客大爆发的阶段 因为偷渡客 偷渡是 是要有经济条件的 像你经济发展到某个水平 的时候 你才能够付得起钱 你才能够付得起 三万英镑的偷渡费 那个呢 可能是一家人 好几年的生活费 甚至还要去借 让家里一个人呢 去偷渡 去新新世界 去去去过新生活 或者去赚钱 那回来呢 回来贴补 或者是呢 荣耀的家里面 或者让家里面的未来不一样 好 那 第二个 呃 刚刚提到 就是说中日两国政府 正考虑习近平访日的时候 签署第五份的政治文件 这是 这是亚洲政治 还蛮大的事情 因为现在十一月嘛 十二月的时候呢 安倍要先到北京访问 到北京访问的时候 就敲定这件事情 为明年春天呢 习近平的访日做准备 那习近平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呢 访问日本 这是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八年之后到现在为止 如果到明年二零二零年 等于有十二年的时间 中日两国这么近 但是有十二年的时间 中国的国家主席呢 没有踏上过日本的领土 好 所以呢 呃 正式的国事访问 正式的国事访问 是二零零八年之后的第一次 大概就敲定 那这第五份的文件的文件 内容是什么 台湾也必须要高度高度关注 因为第一份文件 从一九七二年 日本作为亚洲 台湾地缘上面呢 最靠近的国家之一 那同时呢 曾经殖民台湾五十年的时间 跟台湾到现在为止 关系都非常密切的 日本却是第一个 抛弃台湾的 在一九七二年 一九七一年呢 当北京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式取代中华民国之后 日本呢 一九七二年 就和台湾的断交了 所以这个第五份文件呢 我相信台湾呢 也必须要高度关注 现在 除了大家都有 各自想要放进文件里面 东西之外 里面呢 特别提到 大陆方面呢 可能希望把一带一路 等等的这些议题呢 都摆进这份文 这份的文件里面 如果达成协议 等于是日本 那脱离美国 那正式对一带一路表态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要知道 一带一路 中国推到 推到现在 跟美国紧紧的站在一起 被美国掐着脖 脖子不能动的 就是日本 好 那日本人 如果做亚洲的 主要的国家 然后呢 也加入到一带一路的话 那个对于 松动美日关系 以及让亚洲一体化 的这种的趋势的成型 会有很重要的指标意义 那就像是 就像是这个 中日呢 在在在谈这些 谈这些 事情的时候 那 希望能够呢 摆脱双双方面 在过去的一些历史啊 等等的纠葛 那希望能够 能够走出一些的 比较开阔的新局面 从全球治理 全球政治 那全球责任 全球合作的角度 去重新定位呢 中日关系 那日本也 也必须要先跟 美国去报告 在这份的 这个新闻报道里面提到 日本呢 要和中国签在 第五文件之前的时候 会先呢 征求美国的谅解 为什么征求美国的谅解 你就知道 此地无因三百两 你就知道 中日的第五份文件 如果没有跟美国 报告清楚 美国一定会很紧张的 就像蓝绿的 蓝绿的总统候选人 到北国先去面试 一样的道理